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爺 你快看一眼啊 我們新服的穿褲子 漂亮吧 褲褲子褲子 有什麼了不起的 漂亮難看 打瘋就好 爺 我試我畫鍋 這鍋日子呀 總要有點情緒才行嘛 難不成你以後結了婚 要在四面露分的马轿里 搂着马脖子 跟腔感子过日子 滚 别不见了 别不见了 别写字 别玩 那也行 爷就和熟人做伴 念经也挺好呀 去去去 爷随口说一句 关你什么事啊 你没看咱爷 自从山上回来之后 这整人插不思犯不想的 咱们整想的不是人 是妖怪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还要你 怎么那么多话呀 想受罚是不是 没看你爷写字呢 罚就罚吧 那就罚我们俩 一路凑着爷 去天龙山追妖怪吧 天龙山追妖怪 是不是你都不救我 救了什么话 小龙不见了 你都不见了 好多不见了 谁话 谁话 你 门外有人求见 什么呀 他说他姓妮 名男人 说是和爷有过命的交情 路过咱这儿特来拜访 不会是个假名字吧 你男人 你男人 爷 他不就是你男人吗 你男人在此 小鬼影赶紧出来迎接 我这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谋杀亲父怎么着 你 你在胡说八道是吧 看爷不散人家嘴 站着 看 收回 放 把你搬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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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手 不撒 这人爷的地盘 这兄弟们看你 多敢看啊 那你自找吧 想看就看呗 找他 小鬼影 你可真吓狠招 咱俩是喝过交杯酒的 你还活儿八道是吧 看来是不疼啊 不行 片儿喜欢你 片儿喜欢你 喜欢你 喜欢你 你个油嘴滑舌的王八蛋 孙子太想你的话了 你还滚 行行 好 你让我滚到 你让我滚到 老子滚多眼 想我滚多眼就滚多眼 反正我也见你一面了 死而无憾 等会儿 你要去哪儿 说 去哪儿 我去基金寨找赵镇江去 那儿 当家的 岳明一家什么时候回来呀 问你话呢 不知道 你说你这个人 儿子的事情一点都不上心 满脑子竟想着票啊 岳明去万县办批货 有程老板和黄老板提点着 票是单独闯寨子 一不留神是要掉脑袋的 这轻重缓急能一样吗 反正都是你有理 当家的 你为什么让岳明去办批货呀 不是你说吗 让我栽培他吗 我是让你栽培他 可没让你栽培他做买卖呀 你让岳明去办批货 那是不是打算 把山下的生意交给他呀 那哪能行啊 山下的事随便交给谁管 天龙寨咱们的老巢 只能交给岳明 你干吗去呀 出家 父君 他哭自你的 请送儿子啊 你呀 比我自由多了 不行 爷爷带着弟兄们跟你一块儿去 那赵正江他不是吃素的 万一撕不起来 你那小命就悬了 你担心我 没什么可担心的 别不好意思 担心自己男人又不丢人 是吧 我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死了爷活着也没意思 你真这么想 我们俩 只有你骗我 没有我骗你 好啊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客气了 两天之后不管谈谈成谈不成 我都会想办法从金阴寨跑出来 从羊脚崖下山到时候你在那儿接应我 赵正江他们即使追上我 看见你在这儿 他们也要 也是 有点 小鬼阴望着他的背影 忽然有点明白别人说的千尘画度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 他们这次的分别 会如此地曲折和漫长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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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没梦了 没啊 那你跑着呢 没有什么 我十二哥呢 站里边没人吗 没啊 再仔细找找 我都找了 娘跟几个哥哥都不告诉我 这不我行的 你肯定知道 你快告诉我的爹 爹 回来 干啥呀 爹 您啥事说的呀 爹 爹长对你发火 但爱你之心不比你娘差 你的名字叫张岳明 就是想去超越张才明的意思 你懂吗 我懂 我懂 可是 咱们山这里面 除了我十二哥 没有第二个人 能超越爹 我 我更不可能 我 接着呗 回来 你 那 快点 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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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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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对了 大哥 我爹那边 放心 大哥都明白 保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就是以心换心 以成换成罢了 你看我既然来了 你们金银寨跟天龙寨的梁子 是不是就能给捡了 本来呀 也没想跟他们结什么梁子 只能我是想招揽个能人 来我们这寨子里 经营个当铺吧 你这个招能人这不是办法呀 你要真想做生意 你就花俩钱你就踏踏实实地顾一个 你想 你拿刀逼着我来替你管理当铺 他能跟你一心一意吗 他不过好好的杀了他呀 你得义德夫人 做生意 诚信为本 你得胸怀得大呀 你眼光得远 你这里才能将来挣大钱 那打打杀杀那不是长久之计 那你就帮我找两个呗 行 我帮你物色 那个 行 我倒是物色好我告诉你 好 给我个面子 人 放 行不 这 行 你总条瓦这么爽快 我这就算人 赵大当家是明媚人 这么一来呀 你们跟天龙寨 还成了坏事变好事了 以后咱们两家多多扶持 好 好 漂不如打扰了 告辞 您别 今天晚上的酒席 我已经准备好了 您就在这儿住一宿 天龙寨那边 我已经派人通知了 恭敬不如从命 行 请 报 大家子 大家子 咱们身材的小律馆 这天真给 给砸了 就你们史上无数啊 什么 你他妈敢耍我 咱们 快咱们追 快咱们追 谁 萧桂英带着手下人 日夜奸程赶往金仪寨 以为很快就能见到他 谁料到 半路上遇到了麻烦 直接导致萧桂英和票之后 是 天龙山路秋云 见过萧大当家的 陆姑娘 你这是 我票哥让我来接应他 就不劳烦萧大当家了 请回吧 陆姑娘 我们爷爷 我们爷爷已经和票当家的说好了 在这儿不见不散 怎么这会儿您又过来了 这其中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我票哥自然是想明白了 萧大当家虽然仗义 可毕竟不是自家寨子里的人 人心隔肚皮 不是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爷爷还会害总票把子不成 我都不想要 你 我晚把你红上手 乖乖地听他拆起来 没想到是真的 我票哥随便说几句酸话 您这硬邦邦的萧大当家就当真了 看来这回 我得输咱们票哥不少钱哪 你说你何必呢 一口一个爷 当什么假男人哪 撤 是 金银寨那边让人传过话来了 说票今天晚上得多住一宿 明天他们派人 从寨门走大道把他送回来 你可千万不能在羊脚崖那边死等啊 弟兄们 跟我上前山 快走 走 抓 走 快 aut gathered 敢砸老子的店铺 我怎么灭了你 赵镇江 连夜又送老子一程 多谢 多谢 从这崖上跳下去 是必死无疑啊 走 回赛 现身发生纸巾 适合 复典铁 缠冰 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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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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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